圣言法师所提到的这句话 强调了一个面对困难 痛苦或挑战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以下是对这句话的解释 面对它 指的是直面现实 勇于面对问题或困难 不逃避或否认它们的存在 这需要勇气和诚实 将问题正视并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接受它 意味着接受现况 不抗拒或抱怨 而是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去接纳现实的情况 这并不表示放弃改变或努力 而是接受事实并寻找应对的方法 处理它 指的是主动面对问题 努力寻找解决方案或采取行动 这可能包括学习新的技能 寻求帮助或采取其他适当的行动 以应对和克服困难 放下它 意味着释放对过去的执着 痛苦或困扰 这需要学会宽恕自己和他人 接受过去的经历 并往前看 放下过去的负担 可以让我们更加自由 轻松和开放地面对未来 圣言法师这句话的核心思想是 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时 我们应该勇于面对 接受现实 并积极地处理问题 同时学会释放过去的包袱 这种态度有助于我们在困境中找到内在的平静和智慧 并为更好的未来打下基础 厘清杂念 将牵挂化成彼此的连结 视为正向的力量 这种转变的目的 是厘清杂念 并将牵挂转化为彼此之间的连结 并视其为正向的力量 以下是对这个转念过程的解释 厘清杂念 杂念是指思想的碎片 杂乱或不必要的思绪 转念过程的第一步是意识到这些杂念的存在 并试图厘清它们 这可以通过冥想 专注力训练或自我观察等方法来实现 厘清杂念有助于提升思维的清晰度和意识的明晰度 将牵挂化成彼此的连结 牵挂是指担心 焦虑或关注某事 转念过程的关键是转变对牵挂的看法 取而代之的是 将牵挂视为彼此之间的连结 意味着牵挂是由对他人或特定情境的关心和关注所产生的情感连结 这种转变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关注与他人的联系和共同的关心 并将牵挂视为正向的力量 视为正向的力量 当将牵挂转化为彼此的连结时 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正向的力量 这意味着我们将牵挂的情感能量转移到积极的方向上 并用它来推动我们与他人的连结 成长和共同进步 这种转变的观点有助于培养一种关怀 连结和共享的心态 并带来更多的正面影响和和谐 这种转变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困扰和负面思维 并培养一种积极的态度 通过厘清杂念 将牵挂视为彼此的连结并视其为正向的力量 我们可以开展一个更有意义 更充实和更具连结的生活 够承担责任 同时也能够释放忧虑 扛得起责任 这表示能够坚定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无论是在个人生活还是工作中 能够面对自己的责任并勇于承担 是一种成熟和坚定的态度 这意味着不逃避责任 而是以积极的心态来处理并履行自己的义务 放得下忧虑 这表示能够释放忧虑和不必要的烦恼 忧虑是一种负面情绪 常常伴随着对未来的担忧和无畏的烦恼 放下忧虑意味着学会释放这些负面情绪 不让它们影响自己的情绪状态和生活品质 这可能需要培养正确的心态 学习放松的技巧或寻求支持和帮助 这句话所传达的核心思想是 在生活中能够承担责任的同时 也要学会释放忧虑和负面情绪 这种平衡的态度可以帮助我们 在面对挑战和负担时保持积极的心态 并同时保护自己的情绪和心理健康 这种平衡让我们更能够集中精力处理问题 并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事物 让事情的处理回归简单 身心也跟住简单 确保事情的处理简单并减轻身心负担 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 以下是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您实现这个目标 优先事项 确定您最重要的任务和目标 将其置于守卫 注演于最重要的事情 并根据优先顺序进行安排 可以避免无谓的分散注意力和精力的浪费 简化选项 选择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来处理问题 过于复杂和琐碎的方案可能会增加负担和困难 简化流程 提高效率 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 学会拒绝 学会对不必要的要求或承诺说补 适度的拒绝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压力和负担 明确界定自己的范围和能力 并学会将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预防压力 适时休息和放松是减轻身心负担的重要步骤 维持平衡的生活方式 包括充足的睡眠 定期运动 健康的饮食和与家人和朋友的交流 可以增强身心的抵抗力 寻求支持 学会向他人寻求帮助和支持 分享负担和寻求建议可以减轻压力并提供新的观点 与家人、朋友或专业人士交流 可以获得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 培养正念 正念是一种注重当下的观察和接纳的心态 学习放下过去的烦恼和未来的担忧 专注于当下的经验 可以减轻心理负担并提高专注力 总的来说 通过优先事项 简化选项 学会拒绝 预防压力 寻求支持和培养正念等方法 您可以使事情的处理变得简单 同时减轻身心的负担 这样的态度可以帮助您建立一种健康 平衡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烦恼和恐惧 是自己和自己之间最遥远的距离 烦恼和恐惧在我们内心中造成的隔阂和距离感 以下是对这句话的解释 烦恼和恐惧 烦恼是指对问题 困难或不确定性的担忧和烦闷感 恐惧则是对未知或可能的危险 失败或痛苦的恐惧感 这些负面情绪和思想常常会占据我们的心灵 干扰我们的平静和快乐 自己和自己之间的距离 这里的自己指的是我们内在的真实自我 而烦恼和恐惧则创造了与真实自我的隔阂 这意味着我们与我们自己的内在智慧 力量和平静相距甚远 烦恼和恐惧使我们感到困惑 分散注意力 阻碍我们与内在自我的联系 这句话的核心思想是 烦恼和恐惧是由于我们内心中的负面情绪和思维而产生的 它们与我们真实的自我之间造成了隔阂 使我们与内在的智慧和平静相距甚远 要克服这种隔阂 我们可以透过以下方法来与自己建立更亲密的联系 自我观察 学会观察自己的思绪 情绪和反应 以增加对自己的了解 这有助于辨别和理解烦恼和恐惧的根源 培养正念 正念是一种观察和接纳当下的心态 通过正念练习 我们能够观察烦恼和恐惧的出现 而不是被它们所控制 自我关怀 给予自己爱和关怀 培养自我接纳和宽容的态度 这有助于减轻烦恼和恐惧所带来的压力 并建立更亲密的自我关系 寻求支持 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困扰 寻求支持和理解 他人的支持和陪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烦恼和恐惧 透过这些方法 我们可以与烦恼和恐惧建立一种更宽容 更接纳的关系 并逐渐与自己的内在智慧和平静建立更亲密的联系 之所以深陷痛苦而无法自拔 是因为我们很容易跟住世俗的评论贬异自己 我们往往会受到世俗评论的影响 进而贬低自己 并陷入痛苦中无法摆脱 世俗评论 社会中存在着各种评论 期待和价值观 这些评论通常基于一些表面的标准或价值观 并可能不符合个人的真实需求和价值观 当我们过于关注并追求这些世俗评论时 容易忽略自己的内在价值和真实自我 贬义自己 由于过度关注世俗评论 我们可能开始对自己产生贬异的想法和情绪 这种贬低自己的心态会削弱我们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使我们感到痛苦和无力 深陷痛苦 当我们陷入对自己的贬低和自我评价中时 往往会产生负面情绪如焦虑 沮丧和压力 这种负面情绪进一步加深了我们的痛苦 并使我们难以自拔 若是我们能停止受害者的念头 内心就会变得强大 受害者心态 受害者心态是一种心理状态 其中一个人感觉自己是受害者 对外界的不公平或困难持有消极和无助的态度 这种心态可能导致消极的思维模式 情绪困扰和行为上的无力感 停止受害者心态 停止受害者心态意味着抛弃被动和无助的态度 开始承担责任并掌握自己的生活 这意味着认识到自己对于自身处境的责任 并努力采取积极的行动来改变和应对困难 内心的强大 当我们停止受害者心态并开始承担责任时 我们的内心变得强大 这种心态转变使我们感觉更有力量和掌控力 能够面对挑战并寻找解决方案 我们开始相信自己的能力和选择 并积极追求我们想要的生活 停止受害者心态并培养内心的强大 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更积极地应对 并开启个人成长的道路 这种心态转变需要自我观察 自我肯定和行动的实践 透过培养积极的思维模式 建立自信心和追求个人目标 我们可以逐渐发展出内在的强大